昨天上午 陈先生和工友们在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的一个林子里发现了这只受伤的小猴 陈先生介绍 刚看到他的时候 他的眼神充满了惊恐 在当地零下二十几度的低温下 这个小生命很难坚持 看着这只可怜的小猴 陈先生心生怜悲地及时地给小猴补充了营养 小猴在陈先生的细心照顾下渐渐恢复了精神 经过仔细检查后 陈先生发现小猴的腿上有伤 必须得及时进行治疗 陈先生经过深思熟虑之后 决定带着小猴回到手里进行治疗 希望新北方能够提供帮助 新北方记者将视频转给了辽宁省野保站 工作人员初步确定 这是一只猕猴 属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它们会尽最大的努力帮助这只小猕猴进行治疗 并在沈阳安家落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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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